220万1000元整的标 谢谢 房市冬结 风向球法拍屋开始反映 在万华区就在同一条巷子 今年1月跟8月 陆续流出两个法拍物件 万大路巷子里 一连两斗透天错 白色这栋才在一月脱标 拍定价1328万 换算每平24.5万 没想到不到半年 隔壁栋也进到法拍市场 一拍流标 二拍就降到802万 其实上一拍应该被标走了 但是可能觉得地平还有一点小 假如这一件 你要七折以下应该没有问题 法拍屋增加不是巧合 因为根据内政部 拍卖移转件数统计 台北市今年6月的拍卖移转 就有64件 是今年前5月平均值的 一倍以上 双北市法拍物件 倾巢而出吗 土城的指标社区 13年来难得出现法拍屋 原本单价在每平46万 最后降到每平30万元 终于出妥 47平底价每平30.8万 总价1184万 7月初进到第三拍 最后以1286万脱标 每平成交单价落在33.5万 对比周遭行情 中古屋36万起跳 预售屋破40万 法拍屋相对便宜 几乎打了8到9折 大概1000万 1000多万 他讲不出来可能 我们就会送这两法拍 但是基本上是还没有爆量 但是有慢慢有看到这个趋势的 不只投资客不进场 中小建商也想早早退场 总销约36亿的万华新案 就是小型建设换手给大建商的例子 大台北陆续传出土地换手潮 包括立期划顾贾山林 逆市加码接手 以前说专卖豪宅专卖店的 这些公司都已经 都已经几乎消失在市场上 方式有人闷 但东区店面仍然天价 北市东区表店和服饰店 以一品超过700万元交易 成为北市也是全国的新店王 助商房市两样型 唯有黄金产品才能不被淘汰 东森曾经说 派水重结 台北报道